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 2024到2025赛季 中国排球超级联赛 常规赛第二轮 天津渤海银行女排 和上海光明优位女排的比赛 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 我们是邀请到了 前中国女排的队员李颖 来担任解说嘉宾 李颖指导您好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贵德鲁采娃 李颖颖 应该说一上来 两支球队进入比赛的状态 都比较快 对 我们不管是从一攻还是反击 打的攻的质量都比较高 还是平拉开 就像您说的他是高拉开 对 因为他的点高 所以争取把这个球传高点 能够发挥出来自己高度上的优势 还是尽量地要看攻守的个人特点 不能一味地就光打平拉开 光追求速度 还是要靠0 这个球球也落地了 二财也是示意上海队篮网出网了 对 第一局在局末阶段天忆队是三连篮啊 这个25比19天忆博海银行女排是先拿下的第一局 现在1比0领先上海光明优备女排 这一分丢得比较可惜 对 好球 上海队防得也不错 机会再给天津队 天津队正好三点攻 还是打后攻 上海队防起来 贝德鲁采娃 这个也挺提士气的 因为他两个定点的防守 防起的效果都不错 对 上海队其实打的节奏也比较慢 他两个外援的调整球力的也比较高 整个节奏都拉下来了 小斜线 上海队这边也非常顽强 冲进短球 拿多点打 对 球打在界内 我觉得他心里边都有数 这个球我该怎么打了 对 他打到目前来讲是这样 对 救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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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球是最高的 好球 好球 發的真重 這球躲都躲不開 如果你要判斷界外 他躲都很難躲 我覺得 菲多羅夫采娃 發的這個球的線路 基本上落點 還都是在他們記憶船戰位的這個落點上 這個挑戰沒有成功 這個林盈最後是4號位的直線進攻出界 26比24 上海隊拿下了第二局 雙方在前兩局打成了1比1平 這個戰術攻被上海隊雙人籃王給盯住了 好球 上海隊現在也知道了林盈的這個點很重要 對 好球 小線線 因為打小線線還得看林盈 穩ja 好球 王黎 términ 西西 british也算是比較全面 馬往直線卡的真好 都摳得很細 看陈柏雅稍微处理 往口 后三 这还两点多 这球陈柏雅在4号位的进攻 被上海队给直接篮死了 这球是篮在了界内 这样的话27比25 上海光明优备女排 是拿下了第三局 现在2比1领先天津柏海银行女排 这球是孟斗兰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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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球的球 上网比较快 很激烈 跨球出界 中时5比15 天津柏海银行女排拿下了第四局 这场比赛 两支强队是打成了2比2平 我们稍微地休息一下 等会儿来看双方的决胜局 不是一个年代的球员 对 这个球连赢打得很细 2号位 你看他防守 真的是起了很多球 对 上来一场不错 就上来保障一下一船 一对二 但是我也给他 对 还是相信你 你看上海队这边也是 对 围绕菲德罗夫采娃 一船顶得不错 对 冲进短球 直接打了 天津队防起来 再给林盈短球 这个保护直接垫到了界外 这样的话15比9 上海光明优备女排是拿下了决胜局 这场常规赛第二轮的强强对话 最终上海队是3比2在客场战胜了天津渤海银行女排 我们也请林盈短指导简单的来点评一下这场比赛 其实我觉得不管是谁赢谁输这场球 双方还是打出了自己的一定的水平 然后对他们来说回去还是要尽快的总结 然后迎接下一场的比赛 好 各位观众 我们这一时段的排球的转播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一次的排球转播再见